各位尊业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教会庆祝圣良或圣里奥义士的主宝 圣良是我们教会初期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待会我和大家分享他在为教会所做出的贡献 今天在庆祝他的主宝当儿 让我们特别祈求他 为我们带导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无时无刻的追随基督 也借着我们的行为继续的把基督的爱分享出去 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让我们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思严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 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圣子 以波多路为磐石 建立了教会 你绝不容许地狱之门战胜他 取你借教宗圣良意识的带导 使教会时常坚守真理 永享平安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路中途志 帝夺书 亲爱的弟兄 你所讲的 该合乎健全的道理 教训老人应节制 端庄 慎重 在信德 爱德 和忍耐上 要正确健全 你也要教训老父在举止上 要圣善 不悔谤人 不成免于久 但教人行善 好能教导青年妇女爱丈夫 爱子女 慎重 真洁 勤力家务 良善 服从自己的丈夫 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 你也要教训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慎重 你该以身作则 树立行善的模范 教导人要纯正庄重 要讲健全无可执栽的话 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 说不出我们的错处 的确 天主拯救状人的恩宠已经出现 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 和世俗的贪欲 和世俗的贪欲 又节制的 公正的 前进的 在今世生活 期待所希望的幸福 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光荣的显现 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 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洗净我们 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 教我们热心行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一人的救援是来自上主 你该信赖上主 智力善行 你必安居乐土 享受康宁 你只管在上主内喜乐 他必满全你心中的意愿 一人的救援是来自上主 上主眷顾善人的岁月 他们的产业永远常在 上主稳定善人的脚步 上主欣赏一人的道路 一人的救援是来自上主 你若必恶行善 你必永远存留 一人将要承受乐土 必在那里永远居住 一人的救援是来自上主 福音前欢呼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有仆人 耕田或放羊 从田地里回来 既对他说 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 而不对他说 预备我吃饭 树上腰 事后我 等我吃喝完毕 然后你才吃喝 仆人做了吩咐的事 主人岂要向他道谢吗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 我们应做的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那今天呢 我们庆祝圣良议事的主宝 所以在这边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人物 那圣良呢 是我们在五世纪中的 其中一位教宗 他其实是我们 这个教会里面的 第四十五位教宗 那在这个五世纪当儿呢 当时其实我们的教会有点 和现在的教会有点 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教会初期 我们整个教会里面的 这个教理呢 都还没有完全的被整理出来 所以当时呢 在教会里面 我们还是在探讨 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些 重要的这些教理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如今呢 教会都已经很有系统了 有很多不一样的部门呢 父子我们教会不一样的事物 当时的教会呢 也不竟然是完全是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在当时 这个圣良一世是教宗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是在教理上呢 需要整理一些 很重要的我们相信的因素 而当时呢 就因为 所以整个信仰呢 还没有完全的被整合 所以就有很多异端的思想 那有些人觉得 我们相信的东西 应该是如此的 是如此的 可是当时呢 也不是完完全全 是我们正确的相信的东西 所以在当时 有一个异端思想呢 是说 耶稣的人性呢 其实是完全被他的天主信 所包含的 所包围住了 所完全的盖过了 所以在当时呢 这个圣良这些教宗呢 对这个教理呢 就特别的 有针对了 所以在451年呢 就在一个加采东 卡斯东的这个大公会议里面呢 他就很强有力的就分享了 他对这个教理的了解 其实讲得简单呢 这个教宗就是 重要的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天主信呢 和耶稣的人性呢 是完全的 所以耶稣有完全的人性 也有完全的天主信 然后他的这个两个信呢 天主信和人性呢 是相辅相成的 不可缺一的 那这个呢 陆续下来呢 就成为我们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之意 这个呢 在当时呢 他就帮忙摆平了 这个信仰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可是呢 这个圣良呢 他不只是在这个教理上呢 可以为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在接下来呢 他也是在行为上的一个 很良好的模范 在整理完了呢 这个教理上的问题之后呢 当时这个罗马呢 立刻就被 来自北欧的一些势力呢 开始入侵了 所以呢 当时这个教宗不只是 就是只是在顾虑 他的这个教会的事情 他也很努力的在为这个国家的 这个势力呢 在帮忙去处理 所以呢 因为他的出面 他亲自出面呢 他成功的摆平了 当时这个第一次入侵的势力 可是呢 很不幸的几年之后呢 罗马还是被这个外方的势力攻入 可是在当时呢 虽然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呢 已经开始有这个外来势力的攻入 很多人呢 都受到了这个侵害 所以他还是多番的 借着他的能力呢 去救济当时的灾民 可是也在同时呢 他很努力的给予他们 灵修上的支持和力量 所以呢 当然这不是他所做的完全呢 那这只是一部分呢 从他的一生的行为当中呢 这个圣良的一生的行为当中呢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在这边呢 重要的三点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他在信仰上的知识 他在他的意识呢 身为教宗呢 他很努力的尝试去了解 我们到底信仰是什么 而且很努力的去把它分享出去 第二呢 当然就是在他行动上的一个见证 他不只是口说 这些天主的教导 他还是以行动呢 把天主的爱分享给当时很需要的人 最终呢 他在他所做的一切呢 他都很了解到 他是天主的仆人 很努力的为天主效劳 正如今天的读经呢 在读经一里面呢 我们看到圣保禄和帝多 所教导的一系列 我们身为教友所应该持有的一些心态 我们应该了解的这些信仰的方式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信仰 如果你有时间呢 我也呼吁你们 用一点时间 好好的去读一下今天的读经一 从中呢 有很多在我们平日生活中里面呢 可以得到取发的地方 而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呢 耶稣也提醒我们 我们大家身为基督的跟随者呢 我们是天主的忠仆 我们应该无时无刻的努力尝试 为天主的国度而效劳 我们所做出的一切呢 都是为了彰显天主的慈悲和他的爱 所以今天呢 让我们特别祈求圣粮呢 为我们大家带导 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榜样 努力为基督做见证 双足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仁慈的上主 我们献上礼品 求你光照你的教会 使你的羊群在各地顺利发展 并使所有牧者遵循你的领导 得到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恩赐教会今天 欢度教宗圣良一世的纪念日 你借圣人的圣德生活 鼓励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 借他的宣讲教会我们 因他令你欣喜的祈求 而时常保佑我们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各位圣人 同声歌颂你 赞美你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死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门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傲解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粮 祈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 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去你全面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去你 随念怀着 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 随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求你 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 天主之母 童贞 荣妇 玛利亚 祂的敬佩 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神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 献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 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避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 千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神父平安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赦罪者 蒙招来赴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再次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静默片刻 神令圣题 我主耶稣 我真心全心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守我生命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了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你藏以天上的食粮滋养你的教会 求你仁慈地照顾它 使它借着你大能的引导保持完整的信仰 并在各地得享自由和顺利发展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